第一轮就这么简单的比赛了 在郑州打冠军的时候 在闪击第一轮就要打他们 第二轮就要压制他们 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全运会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两个来说 就是像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吧 反正因为他是年轻队员 也是第一次打全运会 虽然说我打了这么多戒 但是现在整个能力 各方面也不如以前 所以就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吧 带领小队员向每一队选手学习 向每一队选手冲击吧 这些团队赛他们是有打的 这些团队赛他们是有打的 这些团队赛这么多天 都怎么去好状态的 在带他们来 自己平时找空闲时间 除了他们比赛的时间 然后自己找平时的时间 保持一定的训练量吧 要不然因为来了有来了10天11天了 如果不一直保持一定的训练量 可能第一场球第二场球就特别难打 特别是今天第一场球 就我们都就是往往第一场球 都是整个比赛最难打的一场球 看他们打就在打 10天了就只看他们打 自己会想上场 会会有有信仰 就是最重要的是 看见有遇到困难 或者是遇到不顺的时候 就恨不得自己就想抓把牌上去 就打得顺的时候 其实还好 就看见他们遇到一些困难 或者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就特别想抓把牌上去 亲自的就告诉他们 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小琴的第一届全运会感觉 因为在郑州我们都感觉你是很敢打 就是有一种出生牛都不怕我们 真正来到全运会 我看会紧张 第一场还是有一点手紧的 就没有之前打得那么大胆 就没有之前打得那么大胆 然后不过打过第一场之后 第二场就敢打了 今天还是有点紧张 特别是到第三局的时候 这样来源于什么 因为 是说真的来源于我 不是 就是可能太想跟后面的奥运冠军他们打了 那就太想赢下来这场比赛 就真的要打 嗯 好 加油 好